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刀石頭布 手指和窗戶三塊屋 好多的幸福 連結好拉到我 剪刀石頭布 大家好 我是牛奶哥哥 大家好 我是泡芙姐姐 還有珍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珍珍老師 還有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璇璇 還有執君 大家好 很有精神喔 在開派對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一定會用到喔 趕快來看看 萬聖節的帽子 需要哪些材料可以做成呢 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材料有 各色卡紙 毛根 剪刀 白膠 裝飾配件 活動眼睛 還有訂書機 那我們現在請珍珍老師來介紹一下 萬聖節帽子要怎麼做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萬聖節帽子 好可愛耶 好多小蜘蛛喔 對啊 有小 真的很有萬聖節的Fu 很有萬聖節的Fu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吧 首先要怎麼做呢 首先呢我們要在黑色的卡紙上面呢 畫出一個半圓形 好 畫出一個半圓形 重點就是呢 你要記得先把你的中心點抓出來 先把中心點抓出來 對 中心點 稍微輕輕壓一下 好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它 慢慢的捲起來 對 為什麼中心點要先壓一下 因為這樣你才知道你要從哪裡 轉到哪裡 知道嗎 知道了 轉的時候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拉緊慢慢轉 每一頂帽子的寬 你要做尖一點還是圓一點 你自己決定 好 如果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想要的形狀 好 確定了 我就用訂書機 訂起來 這樣子帽子的基本形狀就完成了 好 好 那我們小朋友呢 先挑自己喜歡的顏色喔 那像珍珍老師挑的是黑色 那胖部姐挑的是 橘色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萬聖節代表色呢 就是黑色跟橘色 對 有兩種顏色喔 帽子做好了沒 做好了 那珍珍老師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下一步當然就是要在帽子上面 做裝飾囉 哇 直接就是裝飾的時間了耶 對 每個人帽子開始不一樣囉 其實如果沒有時間 這樣直接做一個也可以啊 這樣子也很可愛啊 對啊 可以大量的做對不對 我怎麼覺得 泡部姐姐那個很像 交通那個 三角椎 唉唷 老師 唉唷 這邊齒落不行通喔 唉唷 老師我等一下會做裝飾啦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第一個裝飾要怎麼做呢 好 我們呢可以利用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好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這個打孔器 各式各樣圖案的打孔器都可以 或是像現在書局裡面啊 都有賣各式各樣不同顏色 還有一些特殊質感的一些色紙 然後呢用打孔器 打出各種不同的圖形 然後黏上去 尤其因為我們的底色是黑色 所以像我們可以挑一些顏色很鮮豔的 或是有亮亮特殊質感的色紙 這樣黏上去之後你看是不是顏色很特別 很顯眼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把這些東西黏上去 我們也可以貼上一些亮片做裝飾 這樣知道嗎 知道了 好 我們先把這兩個步驟做完 好 那我們開始來裝飾自己的帽子 剛剛有提到顏色喔 小朋友可以選擇比較鮮豔的顏色 像是紅色 黃色 綠色 那像是比如說像是咖啡色或是紫色 比較暗的顏色的話 可能就不適合在黑色上出現了 那像泡芙姐姐用的是橘色 所以我可以用深色一點的顏色 去做裝飾 這樣對比就會非常漂亮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用白膠 把你可愛的圖示貼上去對不對 那泡芙姐姐要提醒大家一下喔 之前鎮鎮老師有說過 我們這個黏的時候呢 可以先黏在你要塗的位置 好 先放好了以後 白膠塗好了以後 再把你喜歡的東西放上去 黏上去 這樣就不會沾到手了 沒錯 這樣手收就不會髒髒的喔 玄學跟子俊問你們喔 你們知不知道萬聖節是幾月幾號 知不知道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嗎 那你們知道我們中國啊 鬼門開是幾月 七月 喔 七月 很厲害喔 沒錯 那像外國的萬聖節啊 其實就是十月三十一號 在這一天呢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精靈啊 還有妖魔鬼怪 會一起跑出來開派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戴上面具啊 或者是把自己打扮成很漂亮 這樣我們就會認不出你是誰 喔 就不會把你抓走啊 而且我知道萬聖節有一句口號 大家一定要記起來 是什麼口號 小朋友一定要記得 因為這樣子你才要得到東西 要得到萬聖節的糖果 糖果 是什麼口號 你們知道嗎 不給糖就倒大 喔 對了 英文就是 trick or treat 很可愛的一句話喔 對 玄學的那個好像小精靈喔 他的小精靈來參加派對 對啊 那接下來珍珍老師呢 要教大家做一隻小寵寵 小蟲蟲 小蟲蟲 我們一樣呢 用剛才生下來的紙 你可以做黑色的蟲蟲 你也可以做橘色的蟲蟲 好 然後呢 我們一樣用生下來的紙呢 可以剪一些這種小長條 來當蟲蟲的腳 然後呢 我要幫他黏上眼睛 來 來 來 喔 植君的蜘蛛很特別喔 它的腳顏色都不一樣 嗯 它蜘蛛腳顏色不一樣喔 有各式各樣的顏色對不對 對 有黑色還有橘色 那像泡芙姐姐呢 我剪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蝙蝠 因為這是蝙蝠家庭的萬聖節Party 好 那牛奶格格要教大家來畫一個小精靈怎麼畫喔 喔 好 好 首先呢 現在紙上畫一個半圓形 喔 寫一個很像U的英文字母 對 那把它剪下來 接著呢 用這種特殊有紋路的剪刀 把它輕輕的剪一下 喔 就變成小精靈囉 這麼簡單 對 然後再加上可愛的表情就完成了 我要加一下眼睛 那小朋友知道為什麼呢 牛奶格格這個藍色精靈 會哭得這麼慘嗎 不知道耶 因為牠有個天敵要出現了 誰啊 誰是誰 黃色大精靈 你看牠把它吃掉囉 哎呀 被吃掉了 難怪牠哭了 對啊 然後你看 這個牠非常的興奮 因為牠一直在跑 喔 因為牠衝很快 牠不會被吃到 對 牠就慢慢吃 哎呀 吃不到吃到 啊 吃不到吃不到 這什麼 我應該要把它貼上去 好 把它貼上去 好 哇 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喔 好 那老師 那我們裝飾得差不多了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做裝飾呢 有啊 我們可以在上面 這個尖尖的地方 再多做一點裝飾 再多做一點裝飾 尖尖的地方 對 我今天呢 用的是毛根 我們可以呢 準備幾個短的毛根 然後呢 一端 用膠帶 把它固定起來 對 把它固定起來 固定起來之後呢 讓我的毛根捲捲的 喔 因為毛根很好塑型 對 被自己捲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對 感覺好像開花 頭頂開花一樣 然後呢 就把它塞進去 對 哇 這樣變得好豐富喔 對 它就卡住了對不對 對 很漂亮 不過泡芙姐姐 要提醒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可能拿到的時候 不小心一剪 剪太大洞了 這樣子 你的毛根就會掉下去喔 你慢慢剪 慢慢修 帽子都裝飾好了沒 裝飾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自己的作品 好 好 那今天牛奶哥哥做的是 精靈帽 誰會看到喔 有一個黃色大精靈 它會一口一口 把小精靈全部 把它全部都吃下去 好 我們來看看泡芙姐姐的 好 泡芙姐姐囉 泡芙姐姐是 蝴蝶是有點多意思 因為它是蝙蝠帽 其實它就只是蝙蝠帽 它是蝙蝠帽 對 只是我把觸角 弄成一個形狀 最特別的 這隻只有妳是橘色的喔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蜘菌呢 是什麼帽子 蜘蛛帽 蜘蛛帽 而且妳看它的製作還在笑耶 對 一個很可愛的笑臉 而且他們已經戴上去了 好好看喔 對 它那個毛茸茸的感覺 好舒服喔 對啊 那看一下蜘蛛帽 蜘蛛帽好了 蜘蛛是什麼帽 Lucky Lucky 感覺像是我們家狗狗的名字 戴上去之後會非常的Lucky 對不對 會很幸運喔 振振老師 那我們的帽子呢 除了可以拿來戴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功用嗎 有喔 妳看喔 這個小帽子 如果我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 妳覺得這樣看起來像什麼 這好像一個小籃子 對啊 手機籃 小籃子對不對 而且 好像要搭蛋 對 蜘蛛老師呢 今天準備了一些糖果 哇 好多糖果喔 老師很怕我們搭蛋耶 對 所以這樣是不是很可愛 很可愛 多方人也有實用的帽子 讚 那我們今天做的帽子 有沒有很好玩 有 好 我們謝謝珍珍老師 開氣 謝謝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雪雪還有執居 YA 那我們下次還有更精采的節目 一定要記得收看 檢查石頭布 拜拜 完成捲捲的形狀 塞到帽子的頂端 就完成萬聖節帽囉 下一次要做的是熊熊口罩喔